主料,糯米粉100克,椰蓉20克,豆渣酱30克,辅量,油,糖粉10克,红枣,芝麻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糯米粉加放糖粉拌匀,红枣聚合切碎,这是打豆渣上的姜,椰蓉,把豆渣加入糯米粉拌匀,加入椰蓉和红枣粒,揉成软硬式中的面团, 分成均等的小面团,用手压成饼两面加上芝麻,平底锅放少量的油放入饼小火,煎至两面金黄,香香脆脆,糯糯甜甜,烹饪技巧,小火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